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6月3号 由New Jeans成员Tania的亲姐姐Olivia Mach 参与作曲的主打歌回归出道的两组女团 首先是女团Kepler Kepler在6月3号发表了九人完全体的第一张 也是最后一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Shooting Star 在这次活动结束后Mashiro-Kangissa将退团 Kepler之后会以七人组合继续活动 对于粉丝们和Kepler成员们来说 这次的Shooting Star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再来是BBG的师妹团 也是Swooper出身的人气舞者Emma 文明恋出身的Claue Young 旁观乌森林出身的Huee 永瑟等所属的七人组合新人女团Pedbylan 也在6月2号以兴趣Pedbylan正式出道了 希望Kepler能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 新人女团Pedbylan也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舞台上下被欺负的Espa Winter 被两位姐姐Karina集结欺负的小狗狗 姐姐们同时一起恶作剧 小狗狗生气了 装冤枉的Karina 因为姐姐们不断地攻击 也让小狗狗非常愤怒 愤怒的小狗狗向Kepler和Kim Cha Young报仇 不忍耐 却反而被更欺负的小狗狗Kiki 就像女高中生们一样太可爱了 这样之后即将和Karina之间还进行了第二轮斗争 真是太好笑了 Espa成员之间总是有这种时刻 妮妮也在的话应该会更好 Winter反应也太搞笑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出现在Picture One影片的她的最新近况 该餐厅于6月3号与媒体采访中表示 A某已经在这里工作超过一年了 她是我们家的侄子 餐厅老板接着表示 当初雇佣她时 她说会努力生活 所以我们才接纳了她 但知道真相后 觉得她太不知廉耻 让人毛骨悚然 无法再见她的脸 认为这样是不应该的 所以决定让她辞职了 在记者问到 A某是否承认并反省自己的错误时 餐厅老板回答 这个我也不知道 而因为在争议爆发后 餐厅还是有继续营业 导致很多网友们在网上进行了林克星攻击 最终该餐厅贴出 自2024年6月3号起 为了扩张和搬迁店铺 暂时休业的公告后 停止营业了 除此之外 该餐厅也被网友们查出 是在非法建筑屋中经营的餐厅 并向有关单位举报 目前相关单位以下达整改命令 并将进行拆除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亲戚缺一年前才知道 他们的父母和你们的父母 不是兄弟姐妹吗 开什么玩笑 你女儿以后说要结婚 但对方知道亲家是 犯的话会让儿子结婚吗 竟然没有一个人有犯罪记录 这真是 反而受害者犯了什么罪 竟然要躲藏着生活呢 那位爆料主犯的YouTuber说 会收集资料后 再次公开其他加害者的名单 那些还没被爆料的人 应该会心惊胆战吧 大多数人应该都有家庭了 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被爆料 过着紧张的日子吧 但是也看到这样的留言 虽然他们真的是人渣 但韩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这样的私下制裁 真的是对的吗 所以对于这样擅自公开 他人的个人资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点好 5 7 8 10 10 1 1 2 2 感谢观看